енд 哈囉 各位車瑞馬路網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行楠 我們回顧一下今年的上班年 一直到現在很快已到8月中旬 幾乎每個月都有一些 各品牌的電動車導入台灣上市 那我們今天要來試駕的 也是屬於電動車款 也就是賓士他們家的 Mercedes EQS這台車 那我覺得EQS可以說是 目前我們台灣國內市場上 電動車裡面算是 天花板等級的車款其中之一 那我們今天的試駕的時間 其實相較於它上市 我記得它應該已經算是上市 快三個月了吧 而且之前也有公辦試駕 我們頻道並沒有參加 那一直到現在我們才輪到 做了單日的試駕 我們有一天的時間來跟它相處 那考量到大家可能已經有 看過一些同業的報導影片 對於它的規格資訊 都已經有一定的程度的熟悉了 所以我今天會跟大家多聊一下 我跟它相處一天的一些 感受上的一些 實際的經驗分享 基本上台灣賓士他們導入的EQS 可以分成三個等級的車型 我們今天試駕是屬於450PLUS 它又有兩個等級 比較入門的叫Pioneer先鋒版 它的售價是553萬 那高規一點的是叫做Premium的旗艦版 其實從外觀上以今天入門的 它就是用它們家電動車標準的入門 定義的這個命名都叫Electric R 那如果是旗艦版則會配上更帥氣跑格化的 AMG Line的外觀套件 另外在內裝上兩台車就有滿大的差異 因為基本上兩台車有60萬的差價 今天這台是553萬 那如果是Premium的旗艦版則會高達613萬 那我覺得Premium在內裝上會更有看動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了解 EQS最帥的就是它內裝Hyper Screen的大螢幕 今天這台則沒有就比較可惜 希望之後有機會來試駕到比較高規的車型 那再來看一下這台車在外觀上 其實從之前國外發表的照片 到今天實際看到它的實車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差異上的感受 基本上從它的命名就知道 EQ就是賓士的電動車的指定牌 S當然就是它們家的S-Class房車 這樣的一個旗艦豪華的定位 所以你就會感覺到車其實蠻大的 5米2的車長 3米2的軸距 那另外在車頭一些車身的設計上 我老實說 我覺得沒有給我太驚豔的感覺 也就是說以今天入門的Eletria的外觀看起來 除了有一個屏標的一個三芒芯的大Logo 這邊還有一個小Logo 然後那水箱護罩黑色的亮面烤漬裡面 又有很多的三芒芯之外 燈具它設計非常的高配 也就是它們家的多光束的頭燈 有相關的一些細節介紹 要請大家參考我們畫面上的介紹 那在車側的部分 原廠說它採用的是 所謂的一個弓型的設計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搭配 像是它的把手也是隱藏式的平靶 要實現電動車很重要 攸關續航里程的低風組 它的風組原廠說才0.20CD值 比很多過去的油車甚至超跑都還要更低 那在胎圈配置上 今天配的是255、45、20吋的配胎 車尾的部分的話它比較有特別的造型的部分 就是除了有貫穿式的尾燈 LED的尾燈之外 它在尾箱門打開的時候 也會直接跟後檔做一併的開啟 有點類似Faceback這樣的一個設計的方式 打開以後你會看到它的行李箱空間 當然以它的這個來說 還不錯有610公升的容量 你也可以透過424的前景收納 有更大的宅務空間 那我剛剛前面之所以說它是目前市面上天花板等級的電動車 最主要幾個原因就是 除了我們剛剛講它的一些車格定位之外 還有就是在電系相關的規格部分 像今天的先鋒版它就擁有WLTP原廠賓室公布是 770公里續航里程 另外它搭載的電池在底盤部分也是高達107.8度 所以它可以說是同級電動車裡面規格最高的 好那接著我們就直接上路來跟大家來分享 看看它的內裝到底有多豪華豐富 科技感以及開起來的感受如何呢 做進這一台先鋒版的EQS 450 Plus 我們剛剛有講它少了Hyper Screen 我非常期待能夠實際來操作感受一下 好啦行那先鋒版沒有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科技化的配備 包含12.3吋的數位儀表 中間12.8吋直立式LED的MBUS 多媒體的主機觸控相關的系統介面 其實你做進來的氛圍還是又很濃厚 現在賓室當代家族 包含像是它皮質的做工用料以及氣氛燈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選配的部分 因為這一台車原廠給我們的資料有一些小尷尬 它有列給我們看它有選配哪些配備 包含內裝我記得它有 像是這個黑色的皮質的真皮的座椅 以及棕色的搭配 這些是另外選配的 然後有些的選配 像包含像是椅子的 這個通風加熱這台車 有像今天這麼熱我都有把它的 通風打開 但是它是選配 但是它是另外公佈售價 也就是到目前還沒有公佈正式的選配的 售價的部分 另外我再看一下它的表單的部分 還包含有方向盤的加熱 全車的防紅外線的 隔音玻璃 我們剛剛有拍到它的玻璃 其實在隔音的效果的部分 表現我也是覺得非常滿意 然後它還有負離子的空氣清新 以及主動式的氣氛燈 以及MBUX的智能控制相關 我們還是把它列在表的畫面上給大家參考 座椅很舒服 然後泡棉 從我們剛剛講它有選配了 透氣加熱之外 方向盤它的標配也是三幅式 那觸控介面都是電容觸控式 說到電容其實現在德國車系蠻多都用 我們上次試的是Volkswagen他們的電容 RTN或是T-ROG R 我都說它的電容觸控比較容易誤碰 但我覺得賓式的這個方向盤的設計 在3.9點拇指扣這位置 電容有稍微保留一點距離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另外在內裝的配備部分 12.3寸數位儀表 裡面也是有不同的模式 運動啦 經典啦 甚至以像我現在是以EDAS系統為主 那說到EDAS 它現在的23頻以及進化到EQS搭載是最新的 我們看它的規格表 這個欄位是寫叫P20的主彎配備 基本上大向跟原本的23P不變 包含有縱向橫向 Level 2就是全輸域的ACC 以及橫向的車道維持至中 從23P我們對於賓式的這套主彎配備 就一直都有很好的一個使用的經驗的感受 以及印象 我給它的評價也都非常高 那到了這一代 除了我們看到它螢幕上 包含它有三線道 透過這邊有兩個鏡頭 很完整的把實際的路況 像現在有一台Ora 4很快的 插到我前面 而且距離比較近 它在螢幕上 還馬上有拉出一段紅色 提醒你預防碰撞這個距離 是有一點危險的 而且前面你看 有一台黃牌重機 兩台它只有看到前面的這一台 再前面是一台休旅車 它整體來說就是它在 這個顯示的部分 搭配的ETA相關系統的作動 它主要新增的功能就是有 原本的Presafe 像是在側向 如果它側向來車要撞上 它會先把氣囊做預充器的 準備預防真的碰下去的這個 氣囊的作動時間會大幅縮短 有效保護到車內層個 也避免你會再發生一些過度的翻滾 等等嚴重的傷害的可能性 那是在它P20系統的作用配備部分 那另外再來它的氣氛燈 我們剛剛講賓士做得非常夜電風 喜歡這一位的人 就一定會非常喜歡賓士的這個氛圍燈 它除了顏色多變 那個風格多變之外 你也可以選配了這個主動式 也就是它整合結合了 跟EDAS一起作動 譬如說車側盲點 它的這邊也會變 或是你下車 提醒有來車後方 痛撞危險 它都會用氣氛燈來做一些整合 那內裝其他部分 中間的12.8吋的主機螢幕 除了有很好的原廠的中文導航 然後我們使用上覺得比較特別 它也有像是這個魚骨頭的AR的一些 實境的一些轉彎的提示提醒等等 那像在它的資訊欄位的裡面 有能量流以及車輛的一些相關顯示 像這台車配了這個後軸轉向 以及Aermatic的氣壓懸吊 都可以透過現在這個螢幕 旁邊有油門踏板煞車的一個趴速 尤其你在前輪打方向盤的時候 它會有度數出來 後輪也會呈現出它當下的一個 後軸轉向的度數 基本上它的後軸轉向 其實兵是在之前的新的S-Class就有運用 它在時速60以內的時候 也就是比較低速 甚至停車的時候 它都是跟前輪的方向反向 最大可以到10度 好我們看一下 5.2米的車長 3.2米的EQS 這一個回轉 非常輕鬆 我轉才回來到第二線道 比我的大白 我的大白比它還短5米 那回轉半徑5米7 我還是17吋 如果是更大的配胎的話 回轉半徑更大 這台車的輪胎是20吋 車長軸距都更大 但是5米45 所以在轉彎的時候 後軸能不能輔助的後軸轉向 對於靈活度轉向有非常大的幫助 好我們這邊來感受一下 它的330匹的最大馬力 EQS 450 Class 它的動力 最大扭力是57.9公斤米 這台車在車重 空車重近2.5噸的情況下 0-100的加速 依舊非常的輕盈 我們前面稍微有直線的時候 小踩一下 好我們小踩一下 哇聽它這個 我們現在是Spot Mode 聽它這個模擬的聲浪 還蠻科幻的 它跟BMW的iX或i4完全不一樣 不管你在採油搜油 它都會有模擬的聲浪 搜油 那我現在的回充是完全沒有開啟的情況 那透過方向盤後面 我來把它加上一般的回充 就是稍微你在收油的時候有一點回充 就是引擎煞車的感受 如果再把它加強的話 哇車就是很快會這樣 把你拉住拖住的 Engine Brake 的感受 那如果你右邊的 這個換檔撥片 回充撥片 把它長按兩秒鐘 它就會到智能的回充 也就是說 它會依照你的車速車況 前面有沒有車 跟車的距離 像現在我完全沒有設定跟車 前面跟到一台車了 它就有稍微有點減速的效果 有點類似ACC 它就是智能的回充 那如果前面車走了 它可能的回充就會多一些 或少一些 都會依照你當下的速度 以及前車的距離 做智能的調節 在底盤懸吊的感受上 它的氣壓懸吊 我覺得也差滿大的 也就是你在Comfort Mode的時候 開起來 簡單形容 就很像開傳統油車S-Class 就真的好舒服喔 那我相信AirMatic 氣壓懸吊這也是它的一個價值 但它真正的價值就是 當你切換到 Sport運動模式的時候 它的阻尼支撐度 會讓你整台車開起來 稍微有一點的運動的 調性出來了 我很喜歡 EQS的 Sport Mode運動模式之下的 氣壓懸吊的感受 但是這種車你不需要去 跟人家拼山路 或是高速撒彎等等的 它還是一台很豪華旗艦的 這樣的一個防車的定位通料 所以我覺得以它的 氣壓懸吊 跟這台車整個動力的搭配來說 算是非常完美的一個Solution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有問一下賓士原廠的公關 他說以目前 EQS接單100多台的狀況來說 8成的人是選擇 450PLUS的PREMIUM旗艦版 就是有Hyper Screen的 所以換句話說 只有剩下的一兩成 是選了今天的PIONEER 或者是53的FORMATIC PLUS 這也把這個資訊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台車在後座空間的部分 我們剛剛靜泰也有在後座感受到 其實就是過去慣遊S-Class 以它的尺碼來說 空間我覺得不用多做介紹 非常的餘裕 那原本我看它的座椅 是有一點往後 就是有點感覺人坐進去 會往後陷進去、請進去 但我實際坐下去發現 它的泡棉其實搭配得非常不錯 坐下去整個人 還算是滿平的 椅背稍微一點點比較直立 但整個的舒適性、空間感 都是非常棒 好 我們現在回到裡面道路 我們來看看它的P20 基本上現在盲點 它有提醒它也是會叫的 它現在是一鍵啟動 左邊這個9點位置 SET 按一下它就直接啟動 我發現它的速度也是很好滑 如果你是用滑的它是加1 按的話是加10公里 然後你在變線的過程中 裡面的這個螢幕 都有不同線道 至少三線的資訊 然後它在車道維持至中也是非常的積極 隨時在幫你做方向盤的導震 維持在路的中間 實際開過一天 我覺得它有些地方 是我個人會期待它能夠沒有達到我原本的預期 譬如說我剛在外觀有講 我覺得EQS的外觀少了那麼一點的味道跟經驗感 就是說它開過去在路上跟一台S-Class也好 或者甚至現在的E-Class 尺碼也越做越大 你會覺得真的沒有這麼大的一個 跳在你眼前的這樣的一個吸睛度的感受 再來內裝我覺得質感用料以及功能配備沒話講 但是我覺得車內有一個 我試到現在都快要4點半要去還車 都還擺思不解 就是我一直在懷疑我的風是不是開到AUTO 然後現在很熱它開到4、5段 但我一直看我右邊的這一個幾乎是關閉的 那左邊是一段 但是我覺得那個嗡嗡嗡的聲響 有點像是我自己GLB上面冷氣大概開到4、5段的感受 就是它的出風的聲音 如果我調到2就真的好像5、6段 我自己的車難把我開到這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蠻訝異的 它有這麼好的隔音 包含PZERO這個專門for這台車開發的輪胎 然後選配的隔音玻璃 隔熱的效果都不錯 即使它有全體天裝 車內的競速性也都還不錯 但是就是這個冷氣的空噪這個聲音 應該是鼓風機的聲音 我實在沒辦法理解 而且我們剛剛攝影Eddie坐在右邊 它去轉這個渦輪出風口 開關它也會聽到一個那種 呼那種風聲的從那邊出風 另一種跟現在聽到的聲音又不太一樣 這是車內讓我覺得 比較不迎合這台車這麼 天花板地位等級電動車的一個環節 隨著最近EQS的上市 Mercedes Taiwan也有對媒體都宣布了 接下來今年很熱鬧 包含了像是EQE啦 EQS SUV啦 這種純電的電動車的賓士平台 新車都將陸續導入我們國內市場 另外從原本油車現有平台 轉電車的發展也開始陸續接單 包含EQA、EQB 它就是維持原本的GLA、GRB的架構之下 轉為電系的車款 而且我聽說他們的接單價都還滿友善 都只比油車版本非常接近 有點類似B&W的iX或是i4跟X5 4GC這樣的一個概念 都不會比油車貴太多 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就滿期待接下來賓士 其實它很早就在台灣導入了EQC電動車上 但是銷售上並沒有很成功的一個成績 而且也下架了這台車 那接下來就是用我剛剛講的這幾台新的電動車 導入台灣市場 我相信如果有更好的銷售的價格策略的話 我相信也是會締造不錯的銷售成績的 看看旁邊的特斯拉 哇 每個月以前是一季來一千多輛的銷售 現在是幾乎每個月我們在電視通告 都是幾百幾百台在掛 特斯拉的電動車真的賣得太棒了 反觀我們看看賓士這個汽車的 傳統車廠的龍頭 我相信他們的充電設施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除了原廠的經銷商、展間、服務廠的建構 交流電、直流電設施之外 他們也跟華城EVALUE都有一些配合 所以在全台的步點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針對賓士電動車天花板 EQS450 Plus 先鋒版的試駕了 希望你會喜歡 也謝謝你的收看 最後也提醒大家記得要看完影片 幫我們的頻道追蹤、按讚、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留言區 歡迎你跟我互動 掰掰